白冰冰晚年无一捐财产 写好身后事的她类塑,怎想过有这一天观看数 65人白冰冰晚年无一捐财产 写好身后事的她类塑,怎想过有这一天 她的人生真是大风大浪,如今能看透,实在不简单 愿她接下的日子能更舒坦自在 一人白冰冰当年失去女儿震惊社会 不知道已留了多少类的她,如今早已看淡 白冰冰1975年与委员一起结婚 于1980年生下女儿白晓燕 起料,隔年她就和老公离婚 1997年发生白晓燕事件 失去女儿后白冰冰封闭自己 当时的她只想问医生,有多痛 白冰冰透露曾蒙眼观洛因找女儿 至于女儿曾托梦给她吗? 白冰冰摇头,一次都没有 43岁开始,白冰冰为了把白晓燕生回来 前前后后做了16次试管,打了多针 最后,她和医生,护士哭成一团 忍痛结束六年试管人生 女儿走后,她也曾谈了两次恋爱 但却都没好结果 坦言自己是机不择时 只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 至今单身的她现在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旅游 跳国标舞和电脑学习等兴趣 如今,白冰冰孤生意人,决定要把深厚财产捐给白晓燕基金会 其他公益团体以及她的兄弟姐妹 她笑着流泪说,很豁达 怎会想过自己有这么一天